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我相信今年这个奖杯仅仅是一个开始 在未来的日子 我们一定会为上海这座城市 为上海集团取赢得更多的荣誉 上海这座伟大的城市 一直拥有中国 祝福应届年赛方便成功 上海全体员工 为你们感到骄傲 上海队我们从四年前 接受东亚俱乐部 应该来说 当时接受这个俱乐部的时候 就想着这个城市 应该有一个一类的球队 和这个伟大的城市 向呼应 我们坚守这个促进 四年来 一千多个累累的业业 也伴随着一千多个田丧苦难 当取得这个成绩的时候 还是感到非常欣慰 我觉得 所有的付出和努力 当这个目标实现的时候 还是很正的 我刚才也讲 当胜利已经来临的时候 我们从今天开始 应该把这个奖杯放下 把这个胜利放下 我觉得 这个 路漫漫齐修演习 这个中国足球论动道远 上海足球也是论动道远 上海尽管拿了这个足球冠军 但是并不意味着 我们这个球队就完美无缺了 我们还有很多短板 我们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 我觉得我们应该 放平心态 放下心来 向着更加伟大的目标 挺进去 这是我对我们上海足球俱乐部 最好的祝愿 栏目上路 配音传比较 从这台机来说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圆满的 球队拿了冠军 然后自己拿了军学 在下一步就像我刚才说的 争取能够帮助国家队吧 我作为职业本人来讲的话 也是非常的开心 因为对于大部分球队来说的话 在职业生态里边 他们是第一次获得联赛的冠军 那么对于这个从事 上海这个从事来讲的话 也是23年以后 再一次获得联赛的冠军 那么这样一个从事 其实是配得上这样一个联赛冠军的 我们俱乐部也是配得上这样一个 但是这样一个冠军是经过我们 非常努力的拼搏来取得的 谢谢您的 谢谢您的 谢谢您的